我从来不是一个彪悍外向的女人 好 否定词放在剧手用导装 告诉这句话谁是否定词 never 好 那咱们这句话写的导装就应该是 张开血盆大嘴走起来 never 当你把never提前的时候 你需要把im变成一般疑问句 告诉爸谁提的剧手就可以了 am i 那就是never am i a woman tough and outgoing never am i a woman tough and outgoing 好 请看第二句话 请看 he not only looks poor but also in fact is poor in her mind 赶紧看着黑板 告诉我这句话先错了没有 不倒装 写错没有 他不但看起来很贫穷 而且事实上他的思想也很贫穷 他的内心很贫穷 并不是内心贫穷而是思想贫穷 那就是对不对 就当你不睁开眼 你看你坐在那个里面 潘纳听课呢 还吃着苹果是不是 抬起你的头行不行 哪 her hey not only hey应该是 hey's mind 所以这个代词指代一致 我们是经常犯错误的同言吧 好 写完了 写完又倒装 把否定词放在句手是谁 not only 咱们把not only拉到句手去 那就是 一二三张嘴 not only does he 是吗 he looks变成一般一文句 注冬的不就是提打字吗 那就是 not only does he look poor but also in fact is poor in his mind 记住我们只需要把这句话变成一般一文句 but also后面一个字都不需要动 好 任老师讲的跟考研有关吗 你说有关吗 请看第三句 还记得这句话吗 孝敬父母不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的 而且是子女的法定义务 还记不记得 记得吧 来变成盗装 同学们记住了 否定字放在句手用盗装 基础好的学生 否定字都可以放在句手用盗装 基础差的学生只要求你会写not only but also的盗装 只要求你会写not only but also的盗装 来把这句话给他盗了 把这句话给他盗了 把谁提前 not only提前 那就是一二三 那就是not only 把k不是变成谁 打字 那就是not only 打字 respecting parents respecting parents a chinese conventional virtual but also后面 椅子不动 proves 还那么黑 讲完完 来 这句话还记得吗 那就是自信不但能够使你找到生活中 工作 当时咱们举的是自信不但使你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而且还能使你取得更大的成功 差不多 一二三倒起来 一二三 那就是not only 当你把not only提到句首去的时候 confidence can 应该变成一般一文句 注冻能提谁 can 那就是not only can confidence make you find dama han dama han dama han dama hay 后边不动了 讲完了 再说一遍 一 否定词放在句首用导装 基础好的想怎么到怎么到 基础插的必须会写not only but also的导装 二 其笔记 so so 的道装 还记得咱们讲的so ... 在他去行吗 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重要 以至于应该被带到聚光灯下了 对不对 好 咱们举个例子 我妈妈很善良 so... 在他的道装 把so引导的部分放在句首用道装 把so引导的部分放在句首用道装 告诉so引导的部分是谁 so can的 一二三 so can的拉到句首去 你需要把my mother is 变成一番一文句 那就是 张开嘴 so can的 is my mother that she will never kill an aunt so can的 is my mother that she 不读了 这句话翻译着我妈妈很善良 同学们你又没说很疯狂的感觉就是 作文中只要出现形容词或副词都能写成道装 只要出现形容词或副词都能写成so that 能写成so that就能写成道装 所以基础好你爱怎么道怎么道 来再道一个同学们 张嘴 so delighted am I that I cannot have laughing at me 就这么道呗 刘老师我的基础差我倒不来怎么办 你倒不来你只需要会写这一个倒装 还记得吗 同学们 something是如此的重要 或者是something是如此严重 以至于这个问题早就应该被带到聚光灯下了 还记得吗 基础差的学生死记硬背这个倒装就可以了 来咱们给这句话倒装一下 写过这句话吧 已经写过了 如果你从来还没见过快搞笑呢 刚讲的状语从去的马分表达 结果状语从去搜点点点在那句型 对不对 来倒开 一二三张嘴跟我一起读 谁不读谁是一头大肥猪 走 so significant或者是so fearful does something capable so significant或者是so fearful does something capable that the issue should have been brought into the limelight that the issue should have been brought into the limelight 讲完了 好 一道装 二搜点点点that的道装 同学们你就会这两个道装都行 一个是not only but also 第二个是搜点点点that 同学们这个不是给基础差的讲的 你不用写 你也用不来这个句型 不用了 好 第三个是 这怎么写的四眼三 only加状语放在巨手用道装 only加状语放在巨手用道装 好 我举个例子就是 只有通过采取这些措施 这个问题才能得到改善 你看 by taking those actions 这就是状语吧 方式状语 那就是only by taking those actions can the issue be improved a lot 对吧 基础好的同学你怎么用都可以 基础差的不推荐only加状语 放在巨手用道装 因为这个句型不好推荐写到什么地方 所以不推荐 基础好的随便写 好不好 只有这个问题得到改善 人们才能安居乐业 那就是only when the issue can be improved a lot 好 这就是only加的状语 这一拖不就状语吗 只有当这个问题 can the common 普通人 lead a happy and comfortable life 是吧 only加状语放在巨手上 在巨手上用道装 这句话正常顺利是 the common can lead a happy and comfortable life 道装就是can the common lead a happy and comfortable life 好 基础好的学会都行了 基础差的没必要学会 怎么不笑 我们已经光光荣荣的讲完了所有写作 码分句型 咱们已经把码分句型全结束了 也就意味着下面咱们再讲什么 也不讲码分句型了 下面该讲什么了 刘老师 你看这个换单篇又开始做的不好了 来开始 一二三 咱们先把咱们的所有码分句型先回头想一下 要不咱们从第一季开始复习吧 我们作文第一季个讲的是写作概述 我告诉你写作怎么写 给你排了一下作品的时间分配呀顺序呀 对不对 一二咱们讲的是 谁呀第二个讲的是谁 快点帮我想想 二写作码分句型 讲到现在 讲了一天的时间了 刘老师是呀 一简单句讲了四个 二并列句讲了两个 第一个是and but 第二个是not only but also 别忘了写成刀庄哦 三符合句 符合句讲了 三符合句 符合句讲了 逐语从句 同外语和同外语从句 定语从句 状语从句 五特殊结构 特殊结构讲了五大块 一插入语 二双中否定 三 一插入语 二双中否定 三强调句型 四修辞 五 虚拟语气 六倒装 至此为止全结束 哎呀周围轻松老同学们 三记笔记 第一第二写作满分句型 记三 三段落 终于讲到我们风华绝对的段落了 同学们 三段落 好 第三节课段落 这个地方不用记了 同学们 不用记了 三段落 关于段落 咱们就讲一个东西 记笔记 段落的论证方式 写一下 第三节课段落 冒号 段落的论证方式 段落的论证方式 开始吧 刘老师什么叫段落的论证方式 也就是 你写吧 段落论证方式 冒号 也就是写作无话可说的时候怎么办 也就是写作无话可说的时候怎么办 好 写完了 在我没有讲段落论证方式之前 我就说 同学 就瞎说的 同学们 咱们的作文课就到此结束了 不讲了 如果你写作无话可说怎么办 以后请上我的保命班 我现在告诉你考研作文 我已经讲完了 你同不同意 现在我说考研写作 我已经讲完了 你同不同意 动动脑子 不要摇头或轻易点头 我现在说考研写作 我已经讲完了 你同不同意 如果现在是在现场上课 一个班做了有三百人 我要问 现在我说写作 讲完了 你同不同意 一般会有四到五个学生 会举手 同意 你同意吗 你同意 你就是咱们班 那个三百个学生里面 技术特别好的五个之一 你同不同意 我为什么要同意 我模板还不会写呢 我 你听课了吗 同不同意 还没想好 是不是 我们已经讲完了 所有码份剧情和单次替换 毕竟我告诉你 每一个剧情写的作文的什么地方 第一段描述独画中心怎么来写 第二段原因分析推荐什么剧情 第三段第一句话推荐什么剧情 第二第三句话推荐什么剧情 这下面我们干的事 基础好的根本都不用再听了 如果你想考北达清华 英语目标一定是八十五分以上 不用再听了 因为我下面讲的可能会禁锢你的思维方式 你只需要会写句型都行吗 中文自己往上加都行吗 好 对于基础好的已经结束了 那老师你看不起我 你还没往后讲是不是 是啊 我就看不起你才讲的 因为不是每个学生都能达到那么高的水平 所以我们要讲 作文连中文都写不来的时候怎么办 其实你方便方便你写作文 其实最大的问题有时候不是英文 而是中文 想不来 孝敬父母 刘老师说用闹疼连八十六剧情来写 那孝敬父母不但怎么了 孝敬父母不但怎么了 而且怎么了 不会 你最大的问题在于中文 我以前当过一个大学的辅导员 当过当过当副导员 所以我还是比较了解学生的 经常跟学生谈话 学生特别喜欢我监考 就我去监考他们特别喜欢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给学生递答案呀 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从来不缺课 每年得国家奖学金的学生是好学生 我从来不这么认为 最起码这个学生 没有一点创造性和个性 同学们那么多老师给你上课 你怎么每个老师都喜欢呢 你为什么从来不请假 每个每节都要去上呢 刘老师那又挂课了怎么办 所以你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吗 是吧 别升级 经常得国家奖学金的切 千万别升级 刘老师那你是不是 我也经常得国家奖学金啊 所以大学我上了四年 狗屁也没收获 我在大学当辅导员的时候 经常监考 我经常给学生递答 比如考四级六级 我一看别人三个都选C 只有他一个人选A 他肯定不对 那个时候我们一个考试 不是三套卷子 就是一套卷子 我告诉他 点点告诉他选的是C 人家都选C 你解不全意干嘛 所以每次考试 我一般一进考上学生 先高兴一下 然后就说别高兴 因为还有一个老师呀 考四 监考四六级的时候 我告诉你什么样子的 学生 因为第一门他就是写作 做哪些写作 对不对 一般那个没法递答案 所以学生写的时候 一般都开考五分钟了 有些学生做的那边扭屁股 前后扭 左右扭 我说你赶紧闲啊 他会说 刘老师构思 构思呢 好他在构思呢 你知道吗 过了15分钟 他在写一行啊 我还在构思 你构思什么呀 不就是中文不会写吗 今天我告诉你 作文从此以后到死 都不需要构思一个字 作文不需要构思 写作无话可说是怎么办 写作连中文都写不来的时候怎么办 开始讲课了 在没讲之前 同学们你告诉我 哪一段可能存在 连中文都写不来 第一段就是描述图画 描述图表 加这个图画或图表 想要反映的中心 第二段原因分析 为什么这个样子 第三段总结 倡议采取措施 开始 告诉我哪一段 你可能连都写不来 你要敢说第三段 我非得倒死在你面前不行 是不是 咱们已经推荐过一个剧情 让谁采取 父母采取措施 我现在不是还差你个个人采取措施吗 我还没讲到呢 我整理模板再讲还不行吗 所以我们说作文无话可说怎么办 第几段 第二段 我现在就是在讲大作文的第二段 不分图画图表作文 我现在就是在讲大作文的第二段 写作无话可说时怎么办 段落论真方式 一定义和解释 好 记笔记 一定义和解释 听着很抽象 但是我们讲起来一定不抽象 因为我从来不是个抽象派的老师 来同学们帮我解释一下 什么是美女行吗 好 来看我这样写行不行 美女首先是个女人 Beauty is a woman 四个字呀 还没写完呢呀 Who has big eyes Who has an attractive figure 她有着一副大眼睛 她有着娇人的身材 And who has long hair 这个我写的大家都不同意 是吗 留着一头长发 我心中的美女一定留着一头长发 你见过哪个美女没有长发的 我这种永远一辈子也成不了美女 开始了 同学们 美女首先是一个女人 Who has big eyes Who has an attractive figure And who has long hair 这不就是排比吗 嗯 是是是排比 好 什么是美女开始了 我们讲完了定义和解释 所以咱们在解释的时候 你不要用那么抽象的字来说话 来同学们帮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水好吗 什么是水 你不要告诉我水就是两个氢原子 一个氧原子 当气温加升到100度以上的时候 氢原子会什么 氧原子会什么 当你问度 你讲那么学术干嘛呀 我学过物理啊 今天跟他们一块在讲高中学习成绩 什么物理化学 我听了个头灯 没学过物理化学 那那老师你你说这怎么办 就用你自己的话来解释就行了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水 如果是我解释就是一种液体 可不可以 那你来解释什么是水 一种可以喝的东西 something that can be drunk 可以呀 这就是用最直白的语言来解释 好 一定义和解释 我举了一个例子 什么是美女 现在咱们举一个什么是追星吧 不能看见黑板 看见黑板不行 所以我把这去掉 咱们一起来写一个什么叫追星 好 黑板都没了 什么叫追星 就用这个模板来说 追星是个什么东西呢 哈 哈 哈 写三个句子就可以了 来 什么叫追星 咱们写个试试吧 先写个追吧 Pursuing 明星我就不写成Celebrities了 因为那个单词太长 写成stars 好吧 追星 所以你告诉那个美女就是个女人 那你告诉追星是个什么东西呢 快点 追星是个什么东西呢 追星是个男人 哎 不行 追星是一个 快点 追星是个什么东西 我觉得追星是个社会流行趋势 是吧 追星是一个社会的潮流 追星是一个 问题 追星是一种社会现象 可以吧 我就写社会的潮流吧 Pursuing stars is a 你还真别说 我告诉你 年轻人谁不追个星啊 我跟你说 你不追之归你不追 说明你已经不年轻了 谁不追星呢 他就是个小社会潮流 年轻人中的一个社会潮流啊 追星是一种社会潮流啊 我刚从火星来 刚来到你们地球上 我说什么是追星 你说追星是一种社会潮流 我听不懂啊 太抽象 听好了 什么叫定义和解释 就是从抽象到具体再说一下 which means that 来给我们火星人讲一下什么叫追星 which means that 它的意思就是 可以说话了 追星是一个社会潮流 which means that 它的意思就是 好 同学们 你追过星吗 现在你要告诉我追星我们会干什么事 同学们你不要把追星想得很抽象 你就自己想 你一定记住 今天考研作文一定是一个 你经常见到的话题 你一定不会见到这个话题 说呀 你一定会说 哦 他考的一定是大学生经常见到的话题 一定不会让你觉得啊一声的感觉 那赶紧说吧 你就 所以你在写这个定义和解释的时候 你不要想他想的很大的一件事 你就想你自己会干什么事 追星是一种社会潮流 which means that 告诉我追星的时候 你干过什么事 上一次个学生 我不追星 没吃过猪肉 没见过猪跑吗 告诉我追星一般干什么事 告诉我追星的意思就是 我们什么这些明星 我告诉你 我们那个年代追星干过什么事 我们那个时候 我从我记事 应该小学一年级吧 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 最流行的一个歌手的名字叫奇琴 他唱过的歌叫做 我是一批来自北方的狼 大约在东西是后来的 我是一批来自北方的狼 我二个每天在家里边唱 就是呀 那我们那个追星 之后追星干什么事 那个时候还没追呢 后来我们追星的时候 就四大天亡了 哎呦 那男女只要剪短头发 一定是郭富城的发型 他领导了全国发型界的时尚 我嫂子剪头都在剪成郭富城的 which means that 挺好吧 我们模仿他们的发型 可不可以 我们会把四大天亡的照片 都贴到我们的床头上去 真的 墙上都是照片 我们张贴他们的照片 我们买他们的海报 我们学唱他们的歌 我们听他们的音乐 我都说五个了兄弟 你说一个行不行 你们这个年代可以扬起来 你们去听他的演唱会 你们可以在机场接 在机场接他们 都可以呀 好那就我们选三个句子来写吧 因为排比需要三个句子 那就是我们听他们的音乐 可不可以 we listen to their songs 我们听他们的歌都好 除了听他们的歌告诉你 还干过什么事 pursuing stars is a social trend which means that we listen to their songs 我们买他们的海报吧 呀海报突然间不会写了 we buy their posts 不会写是不是 换单词 we buy their CDs and告诉你 最近还干过什么事 we模仿他们的发型 好吗 模仿intimate imitate e-i-m-i-t-a-t-e we imitate their hairstyle 好三个句子够了 刘老师 你这写的三个 到时候考试 我写不来三个 我只能写两个 怎么办 那你就写两个 因为两个也是排比 we listen to their songs we buy their CDs and没有了 and we imitate their hairstyle 同学们 如果你想写的 可以风操下加个 we引导的时间 撞语从去 当什么的时候 你会听他们的歌 你会买他们的CD 你会模仿他们的发型 当他们变得流行的时候 可不可以 when they become very popular 行不行 或者当我们喜欢他们的时候 可以吧 when we have passion for them 当我们喜欢他们的时候 好 抬头看黑板 这不就是定义和解释吗 刘老师 好 你再看一眼 全是简单句 但是凑在一起 就是个长句子 老同学们 好 我要说话了 同学们 准备好了 刘老师 你刚才不是说的是 这个we在作文中 不要使用吗 你不是说使用特别土吗 你连用了四个we 你有意思 还真有意思 同学们 为什么有意思 这叫排比 如果即使都写成了we 但是给人的感觉 读起来朗朗伤口 所以我们需要we 如果你把we变成 teenagers and youngest listen to their songs teenagers and youngest by their cities and the teenager 不好听 就写成we 记住排比句这三个主语 最好一致 句式最好也一致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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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en to their songs we buy their we imitate their hair styles 你看我都没写 we meet them at the airport 我们去机场接他们 为什么没写 因为这里面没出现什么 they're什么东西 句子你看 句式绝对对唱 很好 这就叫定义和解释 看出来了吗 我要把黑板摁掉了 同学们 没有了 视频版有个好处 就是万一我摁得太快的话 你也没关系 别生气 回头看一下 再往后拉一下 不都行了吗 是不是吗 所以你这样听课 也有缺点 导致你听课不认真 因为你觉得总能 回头拉一下 下面讲该讲谁了 再举一个例子 孝敬父母 就用这个概念来解释 什么叫孝敬父母 同学们我刚从火星来 我们火星可没有 孝敬父母 我们都是克隆出来的 我们都没有孝敬父母 来到你们地球上 竟然还听说孝敬父母 来帮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孝敬父母吧 走吧 我刚才回头那一会儿喝了半杯水 干什么 孝敬父母是个什么东西 意思 刚才咱们写的追星是一个社会的趋势 那你告诉孝敬父母 是不是个社会趋势 不是 最起码国外没有中国还有 是吗 哎 我都说出来了 那这是什么吗 刘老师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只说一遍 只要今年考的是一件好事 都是孝敬 都是 something is 后面写的是 一个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只要是一件坏事 比如说污染 是 一个全球普遍话题 好 再说一遍 坏事都是一个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只要是一件坏 说反了 坏事都是全世界普遍话题 好事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那就是 supporting the elderly 意思 坏事是什么呀 全世界普遍话题 知道吗 好的都是中国的坏的都是世界的 不解释了 你懂都行了 supporting the elderly is a Chinese 传统传统 传统 conventional 美德美德美德 virtual 那就是 又写错了 tue virtue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美德 写完了 下面我要写什么 你能猜得到 我你这样说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我这火星人还是不懂啊 什么中华民族传统美的呀 来具体说一下行吗 张开你的小狗嘴走 which means that 他的意思就是 说三句话 孝敬父母会干什么事 不用想别人就想你自己 告诉你孝敬父母的时候 你跟你爸妈干过什么事 我什么事也没干过 没吃过猪肉 没见过猪跑吗 告诉孝敬父母会干 我们会干什么事 具体的说 为我们给他们做饭 你说过吗 we cook for them 同学们你除了为他们做饭 你还为他们干过事 你不要写我们陪他旅游 听我说 we travel with them 可以可以这么写 但是我为什么不 你陪他们旅游 根本都不是陪他们 你是花他们的钱吧 是不是吗 你是占便宜吧 你不是陪他们旅游吧 我们为他们做饭 你为你妈做过饭 你还为你妈干过什么事 我们为他们买礼物 we buy 礼物 gives for them 我们为他们做饭 我们为他们买礼物 还差一个 and we 再来一个 我们为他们做饭 我们为他们买礼物 我们还为他们洗衣服 上次这个东西说 我们为他们洗脚 那就是we wash 脚会写吗 脚会写吗 fit for them 上次这个东西说 刘老师 他没写成脚 他写的是 他写的leg 我们为他们洗腿 好搞笑呀 如果你真的不会写脚 你千万不要写 我们为他们洗腿 为什么 怪吓人的 脚去哪了洗腿 当什么的时候 当什么的时候 我们会为他们做饭 我们会为他们买礼物 我们会给他们洗脚 当什么的时候 当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 当他们逐渐老去的时候 可不可以 when they become gradually 逐渐的老去 人老不是一下的 old when they become gradually old 讲完了 当他们逐渐老去的时候 这又是一个 如果已经写了两个不写了 你已经听懂了吧 同学们 这种论证方式 没有三十个单词也差不多 好 讲完了 刘老师 这种论证方式 如果不好操作 有时候我想不到 那你就别选这个 我们总共会讲四种论证方式 你为什么非得选这个呢 这是留给基础好会写的人选的呀 看着黑板 定义和解释的模板是什么 咱们总结一下 那就是 这就是文章中心词 对不对 文章中心词 你就比如说 有很多的原因可以解释我的观点 首先 孝敬父母是 是吧 这种论证方式 如果你不想用就不要用 如果想用 用到三个原因分析 一定能第几个原因分析 一定第几个 你看 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解释我的观点 首先追星是一个蛤蟆 which means that 所以这个原因分析 你发现没有 它在引出这个问题 你要不想用就不用 你要想用 永远用在第几个 第一个原因分析 记住 定义和解释 我之所以第一个讲 就是用在第一个原因分析 你要不想用就别用了 想用一定用在第一个原因分析 又说一遍 好 看着模板是什么东西 先别记笔记 看着黑板 这就是文章中心词 中心词是什么 你就写什么 中心词意思 这个地方是需要你写的 是个什么 好事都是一个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坏事都是全世界普遍话题 下面再具体的说一下 which means that 它的意思就是 which means that 加三个并列的简单句 主语最好都是一样的 不一定是为主语最好一致 不要太长 再加一个问引导的时间状欲重序 好 现在可以记笔记了 定义和解释的模板就是 能不能给你按出来呀 定义和解释的模板就是 走吧 Sumseeing1 is sumseeing2 Sumseeing1就是文章的中心词 is sumseeing2 停到sumseeing2在这个地方 拉个大口号 同学们 那sumseeing2有可能是什么呢 好 可以抄吧 有可能是一个 a severe global issue 你看我把你写出来 同学们 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的话题 盲目追星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话题 可以呀 可以吧 Sumseeing2 那如果是孝敬父母 你不能写一个严重的全球的问题呀 你还可以写什么 Sumseeing2还可以写成 a Chinese traditional virtual 一个中华民族传统美的呀 可以吧 好 Sumseeing2帮你写两个咯 那如果今年考的是 追星啊 这种潮流性的东西呀 城市华进城啊 去餐馆就餐呀 他都是一个什么 是个社会普遍趋势 是个社会普遍趋势 a social pervasive trained 看这个是什么 他还可能是一个积极的 或者消极的心态呀 比如说自信 是一个积极的心态 which means that 我们相信自己 我们勇敢 我们每天面带微笑 我们喜欢和别人交朋友 是吧 他是一个积极或消极的心态呀 又这个是最好的 一个热门社会话题 一个热门社会话题 所有考研写错题目都是社会热门话题 城市华进城 知识国闪车 这都是社会热门话题 所以这个是万能的 上次的同学说 你怎么不把他写到第一个 老子只抄一个都行啦 不要生气 写的越准确得分越高 是不是说万能的得分没有那么高 说过吧 所以三姆斯音二 你看这黑板 有几种写法 再回头 一个严重的全球话题 一个中华民族传东美的 一个社会普遍趋势 一个积极或消极的心态 一个热门话题 从这五个里边抄一个就可以了 好看黑板 三姆斯音一不是你写的 那是文章中心给的 三姆斯音二我已经帮你写好了 写成五个之一 which means that 加三个并列的简单句 which means that 加三个并列的简单句 小口号逐语一致 加三个并列的简单句 我再说一遍 如果三个真的写不来 你能写到两个也行 两个也行 加三个并列的简单句 再加无问引导的时间状语重句 再加无问引导的时间状语重句 好结束了 刘老师 我写不来了 不写了呗 就写两个到三个并列的简单句也可以 这个随时可以增减 你没发现吗 是不是 那咱们用这个模板写一个 没空那个细写了 咱们就用嘴写一个好不好 因为举了两个例子了 不举了 污染吧 好不好 来抬头 污染是个什么东西 一而三 难话出来了 污染是一个张嘴 Pollution is a severe global issue which means that 好 说三个简单句 污染是一个 一个严重的全球性的话题 它的意思就是 意思是什么 同学们 你不要想污染那么抽象 哇塞 又PM2.5值 你告诉污染 它的意思是什么 We feel to drink clean water 我们喝不得干净的水了 We feel to breath fresh air 我们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了 And we 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了 喝不得干净的水了 还有什么 And we lose And we feel to see the blue sky 我们看不到纯净的蓝天了 你看 我都是We feel to We feel to And we feel to 说完了 What 当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结束了吧 所以你自己能写就写 刘老师这个我操作的不是特别好 你就别选这个了 因为咱们要讲好几种段落论证方式的 好 抬头看黑板 第二种论证方式叫做 数据统计 统计和事实 第二种论证方式叫做统计和事实 这种论证方式写的有点小虚 比较推荐英语2的人使用 因为英语而就是数据 所以统计和事实英语而比较推荐 好 看黑板 咱们读一下 你别抄 你也不要拍照片 你拍了你也看不懂 你看多少片 光这一片都把你片的头晕 我跟你说 抬头看黑板 告诉我这三个是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 in light of on the basis of 和in line with 赶紧从这三个里边抄一个 边抄边告诉我 什么意思 想抄谁抄谁 in light of 就等于on the basis of 就等于in line with 这不就是你初中高中学的最好的根据按照吗 根据数据统计 就是根据一项统计 对不对 好 这三个里边抄一个根据一项统计 想抄谁抄谁 想抄谁抄谁 请抄谁 想抄谁抄谁 in light of on the basis of in line with 抄一个都行了 根据什么呢 最新的一项统计 你看这几个单词全是一个意思 最新的 最近的 所以你就抄 也从这三个里边抄几个 一个 看黑板 我抄的是 on the basis of the latest 最近的 最新的有三个单词 抄一个都行了 统计 有四个单词 从这四个里边抄一个 看我给你打上不同的横线还是 所以这句话写完应该是 看着黑板 我第一个就选第二个吧 刘老师 on the basis of the proximator survey 可以呀 根据最近的一项统计 被谁统计的呢 这是我写的 你没必要抄我的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这是什么机构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中科院 连到一起就是根据中科院的一项权威统计 刘老师我们都抄中科院啊 那你为什么都抄中科院的 你告诉中国哪些机构也是没事做统计的 假中科院成年统计 去贵州统计那些少数民族的风俗有多少种 统计那个什么西双版纳和谁 通婚又是风俗哪怕跟以前比起来不一样了 除了中科院干这个事告诉我哪些机构也没事干这个事 你可不要说统计局显得你多么没水平啊 统计局是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 他不搞统计亲爱的谁 如果在我相信听我讲课一定有这个专业的人 就是他学的是社会科学有没有 社会学的人就是搞统计的 要咱们就写吧 那就是呃 被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那就是by the 我写到这了哈 写到这了啊 by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就是社会科学啊 那就是呃 by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被社会科学学院 是吧写好了吧 那就是on the basis of on the basis of the latest survey by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以及 如果你想写北京大学就写in 北京university 这个大学不要写的太大 也不要太小 是吧 Oxford university in北京大学 in天津大学 in 呃 四川大学都可以 university 根据某某某大学的一项权威统计表明 表明什么呢 好 这句话咱们就可以抄了 unincreasing amount of 越来越多的 unincreasing amount of 人 你看 us 我给你写成人了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认为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 越来越多的成年人认为 harbor the idea that 持什么什么样的观点 harbor the idea of that 持什么什么的观点 就等于think 所以咱们讲的所有think的地方 全可以写在这个地方 讲了那么多 写一个行吗 所以你们写的应该不从这句话 对吧 并且这个原因分析 肯定写到第二或第三个原因分析 老师基本上看不到 那就是 根据中科院最近一项权威统计表明 越来越多大学生认为 如果这边上考的是环境污染 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认为 环境应该被保护 听得懂我吧 同学吗 如果这篇文章讲的是 国产车的数量再增加 日本车的数量再减强 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认为 快点 杰特 国货应该被支持 如果这篇文章讲的是 去博物馆的人数越来越少了 但中国人都不去博物馆了 那个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认为 博物馆应该被参观 或者是我们应该经常了解一下历史 告诉我赛德后面这句话是从哪来的 文章的中心句 好 写一下 Harvard Ideal Z写的是文章的中心句 这篇文章中心考什么 你在Harvard Ideal Z后面写上中心句都可以了 二 统计和事实 一是什么 同学们再来一遍 一是数据列举 二 统计和事实 翻背翻译 统计和事实就是一堆废话 但是阅读理解很喜欢用啊 你知道阅读理解那些数字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又是哈佛大学上学院什么一个啥 那个统计 百分之多少的女人认为她们生活的压力之下 你知道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那你怎么知道我这是假的呀 现在那么好 单词稍作题的话谁也看不出来不同 我给你让开让你再看一眼好不好 想写中科院就写中科院 不想写中科院就写 一个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做统计也可以 好 二 统计和事实 写完差不多也有三十个单词了吧 一 事实 说不好了 第一个写出来也得有三十几个单词了 好 这就是统计和事实同源吧 很简单 写出来也很吸引人 你也可以这样写姚同源吗 基础好的可以稍微变一下方式 对吧 那是根据中科院 根据什么某国学校的权威机构表明 你这样写也可以呀 A recent study reviewed the shocking 令人震惊的 令人知惊的 the delightful 令人兴奋的一个事实 最近的一项研究揭露了一个令人兴奋的事实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购买国产车了 可以吧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订购手机了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了 都可以呀 还是加文章中心剧嘛 是不是 这种方式也可以写呀 官方数据 被谁给官方的 你看搞得跟真的一模一样 这是我从阅读里面抄的 这是跟真的一模一样哦 官方的数据 这里面是个定语 对不对 什么样的官方数据呢 released by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一个有 这是什么 交通部所公布的数据表明 一个有教育部所公布的数据表明 shows data 越来越多的人干什么事了 都可以自己写了 所以这个数据列举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论证方式 第一个叫做定义和解释 第二个叫做数据列举 第三种是中国人特别喜欢 而鬼子特别讨厌的一种论证方式 三 记笔记 引用名人名言 3 5 6 7 7 7